大家好 我是香港奇緣教室的首席講師 杜紹雄 導者 霖雄 今天是10月4日 本人在信報專欄 奇權教室 有文章 題為 做Nick the short call 須慎選標的 9月底 內地和香港股票 經歷了2008年以來最瘋狂的聲勢 9月中旬 恆生指數還在徘徊在18000年水平 到了9月27日結算日 以暴升至20632點 繼至9月最後一天 更攀上21,133點 以波幅計 9月最低為16,964點 最高為21,488點 高低波幅達4524點 非常誇張 股市星當然是好事 眾人開心 但出現如此暴升 亦不免令人擔心 在暴升的9月 不只日見過一小批 操作期權的輸錢個案 大多數是沒有股票的Nick the short call 另外就是 Non-fully-hatched 指數廠 這則個案反映期權的上行風險 過去的說法是 Nick the short call is extremely painful 上月在期權教室沙龍上的說法是 不要在萬人開心時 我同苦 股神切出 比亞迪風險爭 不只是曾經有這樣的經歷 故建議不要輕易地做Nick the short call 唯有期權投機者認為 最多就是買貨交給人 可視從心理層面分析 用高價買貨後 低價交給人 這則行為會令自己處於非常負面的心態 我們可以用剛結算的9月計 約27日沒有及時認輸 平Nick the short call 到30日就要用更高的價格買貨交付 非常不值 9月結算日 港交所股票期權行使成交額達344億 是2022年7月以來最多 有貨交當然無所謂 若無貨就要非常浪費地買貨 這也是令最後一個交易日 成為9月最高點的原因之一 Nick the short call 是投機性很強的行為 期權教室上當時說得非常明確 不是不能做 而是要非常小心地選擇標的去做 過往不只是有曾經做過 比亞迪一二一一的Nick the short call 因有古神巴菲特旗艦巴郡大量持股 他老人家的沽貨價極具參考價值 為此 巴郡的持股量以低至不必申報水平 開這樣的投機艙必須銷送 過早看淡也是死罪 我們生活在香港 對內地政策的方向感 一定不如內地朋友 這次我不知道短板 不了解內地的具體事況 故較難理解這次組合傳的實力 不只是偶像級人物 信報已故專欄作者曹仁超 早年有一篇文章題為 過早看淡也是死罪 今年九月 不只是有次犯了這條罪 雖然認罪 但是否可以牢牢記住 今天可以保證不犯呢 記得匯豐大班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因嘉年事件 導致嚴重虧損後 在年報中 留下只有一句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and not the last 傳統的自由 史上經濟學認為 股市是經濟的晨雨表 是走在經濟發展的前面 此刻內地通縮明顯 消費不振 主要是樓價與就業問題 其實今時今日 內地樓價的處境 就是當年的政策 盲搞建防的結果 十多年前馬雲曾在公開論壇說 今後的樓價會是充價 此刻要找樓價 就要有人買樓 但有錢買樓的人 都已經持有物業 若還要買 就是屬於投資營 只能離有 內地的受益問題 主要反映在年輕人社群 要知道 目前的外資撤離內地 還是現在進行式 多少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年輕人 選擇躺平過極簡生活 也可以理解 不知認為此次組合權毫無疑問 是解了股市之群 但是 是否對內地的經濟增長的預期 則有保留 某種以上 這是經濟問題政治化的表現 非自由市場經濟的經濟政策 生活在香港 當然可以多次研究這種 可以活力的機會 特別是運用其權 日前 筆者翻看了 康斯特拉尼的書 當股市瘋狂 亢奮時 它是冷靜地做空 它的名言是 狂身暴跌 時量重拍 物理學家牛頓 是康斯特拉尼的客戶 只是會科學巨人 也是經常對股市輸錢 它的名言是 我可以計算物體 從地球飛往月球後 返回地球的落地距離 但我沒有辦法計算 任滿股市的亢奮情緒 實不支持 順帶一提 在股市馬拉松跑步 身體也非常重要 上週收到了香港游泳總會通知 2024年新世界維廣泳的水市合格 時間是39秒46 1500米 估計能順利入圍 希望有緣閱讀者 就下月10日在維廣海中見 朗得完畢 多謝收聽 好,今期文章就到此結束了 齊權教室成立在2008年 賭Sir自2007年起 贊寫信報專欄 齊權教室至今15年來 從未間斷 2018年更榮獲香港交易所頒發的 Stock Futures and Options Education Partner Award 以感謝賭Sir對港股齊權教育的貢獻 而齊權教室出版的各種書籍 在香港及台灣各大書店均有發售 大家也可以在教室網站上的網上書店賣到 好,建議落場之前先要提書 下期文章是10月18日 到時再見,拜拜